今天我们用6000多预算 装一台3060泰的先开电脑 走6666去带你看配置 啊 去哪啊 车里啊 配置怎么还在车里啊 昨天客户买的 背着有伞票说要回家自己装 最后回家一看 傻眼了不会装 我又被取回来了 哦 把这拿下去吧 咦 这么乱 那你呢 够东西 那我们开始吧 6000多的3060泰整机 开装安排 我们还是先看CPU 时代的i5 1040F 一个全新的散片 先把它打开放到一边 接下来呀就是我们的主板了 来自影池家族的B560光影 上M.2硬盘接口呢 支持PCI4.0的固态 诶 一说到这儿啊 肯定又会有人说它干呀怎么怎么样的 它干 但并不代表它质量不好 即使滑说微星 它是不是也有盖板 对不对 毕竟价钱差在这儿了 我们先把CPU放到主板里 这一步一定要看好哦 CPU上的小耳朵啊 一定要对准主板上的小耳朵 这样放上 晃一晃 然后盖上盖板 这就完事了 硬盘就是这个256G的型了 没啥好说的了 兄弟们还记不记得怎么形容这个型的 两个字评论区打出来 我看看还有多少老粉支持我 咱先把它这个绿马甲给它套上 B560光影这个主板 上M.2接口是支持PCI4.0的 同时也支持3.0固态 所以啊咱插上面就可以了 内存呢我要重点说一下 这位客户呢原本订的是两条8G小兰 但是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说他要改 改成一条8G的星药 也就是单8G内存 如果有兄弟觉得不够用啊 再加200 我再给你们来一条8G星药 怎么样够不够意思啊 这是星药啊 比拿普通的内存跟它比 这上面的灯光啊 都是支持ARGB型光恐怖的 颗粒以及做工啊都非常不错 i5这颗油啊随便一颗自动管都能压得住 有直视TCRD和老乔都可以 它选是老乔 所以咱就有用老乔 这里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CPU风扇也是这样拧螺丝的 千万注意别拧大劲了 容易吐露扣 看着这个底下啊 到最后一扣就别拧了 这些都装好后 放到一边 咱们上机箱 如果你是360以上显卡呀 一定要选一个通风好的机箱 你要选一个COCO SOHO的机箱 就相当于等于把所有的硬价 都扔进了锅里主 一旦高温 特别影响硬价性能 个人建议 60以上显卡上200以上机箱 切记 上主板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主板上的孔位 对准机箱上的铜柱 一定要对准 要不然容易开不开机 上主板 咱们上电源 600瓦电源 走里头 兄弟们 说实话 你们能想到显卡是这个3060Ti的COC吗 如果是我啊 第一反应就是两风扇的盖板显卡 这些所有的配件 你们自己加一加 我不说咱良心不良心 你们自己品 这可是客户自己打开的啊 看这边 这边是没开封的 这个显卡延长线哪 是我个人送给这兄弟的 早就买哪电脑了 我得表示表示不是 咱们不能插事 装机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6000多的3060Ti电脑转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合适 更不清楚这个价位 我能持续多久不涨价 但我能保证的是 8186点 我能给大家带来50台 感谢观看